剛剛片段中也看到了 美國脫口秀經常喜歡模仿川普 因為他的特色太鮮明了 也因此很多脫口秀節目 受到了很多觀眾的歡迎 因為裡面幽默的橋段 往往可以緊扣時事 也可以讓觀眾開懷大笑 抒發一下對社會的不滿 像是美國正在舉行總統大選 共和黨代表大會 更是如火如荼的登場 而脫口秀當然沒有放過 這個絕佳機會了 這幾天脫口秀最紅的人物是誰呢 一定是川普的娇妻梅蘭尼亞 因為他在大會當中發表演說 但是IP跟現在的第一副人 麗雪兒八年前的演講稿非常雷同 以前你說雷同還客氣 其實因為經過比對 根本是只有主詞不一樣而已 一出場就來斷 Michael Jackson的熱舞橋段 美國知名脫口秀主持人吉米法龍 扮演山寨版川普 總是不遺餘力 目前備受矚目的共和黨大會 當然也沒有缺席 你有沒有看到梅蘭尼亞 她把這節目撞掉了 她可能有些人感受到 但你必須認證 她做得更困難 更快 更快 更強 你能夠詞我 主持人狂酸川普蠟七 梅蘭尼亞 抄襲秘訣歐巴馬的演說 因此這幾天脫口秀最火紅的人物 就是梅蘭尼亞 雖然川普蠟七抄襲演講稿事件 鬧得沸沸揚揚 就連負責撰寫這篇文稿的文膽 也發表聲明道歉 表示自己已經因為此事請辭 但是川普並沒有接受 反而還表示 只要是人都會有無心之師 誇張的行徑 不只讓川普一家的話題 再添一筆 也使得脫口秀 永遠都有源源不絕的題材 可以模仿 歡迎新聞綜合報導